英国首相特拉斯摊上事了 据英国卫报报道 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 近日被爆出在特拉斯担任大臣期间 竟然多花了45%的公款 而且这些钱还被用在了吃习 美容美发和购物装潢 都看似与外交工作并无直接关联的事情上 从卫报的报道来看 这件事是被特拉斯在英国议会的对手 英国工党的资深议员 影子司法大臣埃米利·索恩伯里捅出来的 根据索恩伯里的说法 特拉斯在2021年9月到2022年7月 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11个月 英国外交部的公款开销出现了显著增加 竟同比增加了45% 索恩伯里在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 还发帖详细就此事 向英国外交部进行了质问 要求后者解释 为什么该部门为何会在美容美发上 两次花了总共超过4000多英镑的公款 为何会在英国的诺维奇足球俱乐部的网店上 花费1841英镑购物 并对其他用于高档餐厅的私人宴席 和昂贵的房屋装潢上的大笔开销 做出说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特拉斯本人是诺维奇足球俱乐部的粉丝 索恩伯里表示 虽然有些公款投入是必要的 比如给外国友人赠送礼物 给外交部的健身房购买设备等等 但其他这些用在高档餐厅 美容美发和购物装潢的开销 却让他难以理解 索恩伯里还气愤地将英国外交部 肆意花费公款吃喝购物 与英国一些地方的学校 为筹集不到资金而发愁 以及英国民众为飞涨的物价焦虑 进行了对比 称英国外交部的做法 是让人完全震惊和荒诞的 不过 英国外交部拒绝向索恩伯里 披露这些开销的细节 也没有对卫报回应后者质疑的这些开销 仅表示 该部门依照规征制度负责的使用公款的 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